這樣的拍法 應該有十幾部機器 其實我們經常去泰國 那些美武者喜歡養著鬼仔 故事也沒有劇本也沒有怎麼拍 我說有投資者就行了 我是被迫拍的 你不跟肥佬談戀 怎麼開 從金寶大哥 由人客人、鬼打鬼 到賣家仔 轉了去做時裝的喜劇 例如《提防小手》和《奇目未見復星》 那個轉變是怎樣 那時的電影五日場是很重要的 有家和、有生意性 有少事 你經常拍鬼片、民初片 時代變了 要多些人 你拍轉時裝要加多些明星上去 陳建勳這些行時裝的 那你就方便香港的市場 轉五福星 其實大家最主要都是良性的競爭 我聽過前星偉導演都說過 你們那些攝影師要跟你們打 有時一場有否說 可以不可以 都是來多個 事都害怕的 原來發衰了 是不是都煩煩呢 你們整組人都很有默契 新的攝影師當然會有反應 但跟開我們那些全部都是舊的 全部都很熟 是否劉滿堂 劉滿堂 劉滿堂也有拍 但劉滿堂這些都很有經驗 這些他說可以就行了 其實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都覺得會可以 只要鏡頭那幾個位置沒有走掉就行了 拍不到、跟不到 楊金寶很多本事都在吳金泉學學出來 我們很多都蹲在鏡頭旁邊 他肯教我們 是一個很有修養的導演 而且我覺得他的鏡頭差不多要 你們在下面的整個電影 你們在下面做電影 他們又有些人在走來走去 整個鏡頭都要討論 很豐富 你們有沒有說 都要怎樣去跟他這件事 有沒有說 你們說出鏡了 你又要進去 你用是不是煩一點 真的會跟兩件事 我們會看本身的電影是否需要 如果不需要的話 如果只是一副沒有打片 沒有人去研究這些畫面 就算了 但吳導演反而不同 他俠女的電影就是搞鏡頭 後期那幾部都變成了 《盈春國風波》 《鍾烈圖》 他本身的戲軌沒有那麼要求 他都取消了 不過又想說回有一套 你幫了麥當雄導演 就是這個省光奇兵 一個很經典的一套香港警匪片 麥當雄導演說 你們是怎樣的合作 其實因為寶和有份 所以派了你過去 其實關不關心 是啊 其實我就好命 經常跟著好導演 就算電影圈也跟著這些 奇奇突突的高手 那麥當雄都說 他是我們這一行的高手 他跟我們拍攝的方法 完全不同 一百百度都很穿 那個方法不同 在他身上又學了一套 那些拍攝電影的手法 我們這部戲全部用新人的 是 全部用 好像真大編 真真正正的 是王國 那些出來 三三五號 三五號人馬 全部都是高手 除了林威和岑威 就不是經典 林威沒辦法 林威是 我們覺得一定要找一個高一點的 否則 你很難 很難 電影始終都是電影 爭了很久 對的 林威這個角色他們開會 是 麥當雄要求很高的 開會 開了四次 是 四次的 其實想全新人做 全部都不懂 他就覺得 他 不夠真實 嗯 是 那我就會覺得 你怎樣都要擺一個 嗯 即是做過客氣的 即是帶著他們來 帶了幾個 是 是 是 那最後 他自己決定 那當然還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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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是他寫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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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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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一場是一個鏡頭落的 摩地圖是摩地圖 摩地圖 那邊是摩地圖 摩地圖 那個標課 衝出來 嗯 向七人道那邊走 是 兜 兜那個 那個 那個哈德杜頓那邊 嗯 出回去 去金棺那邊 那邊 金棺走來彌敦道 是 是 跟著落地鐵 落地鐵 就出北京那邊 北京那邊上回北京那邊 衝出去北京那邊 折駕的士 上車 走 一個鏡頭落 是 是 我們終於放了 十幾個鏡頭 嗯 即是每個角度我們都放了鏡頭 是 一次過 是 很危險很危險 是 警察不知道 警察不讓我們拍的 警察不知道 如果有個CID 或者警察 以為打擊 拔槍 砰的聲音就 噗 是 是 是 其實那個 很大冒險 這樣的拍法 即是這樣的拍法 應該有十幾部機器 嘩 是 到處都 因為整個圈在摩地道 摩地道 黑德道 轉出去 兜兜兜兜回去 去金觀彌敦道那邊走 還要落地鐵 還要落地鐵 跑跑跑跑跑 跑到京那邊 那邊上回地鐵 衝出去 折駕的士 上的的士走 是 沒有 這個鏡頭難拍 是 其實我們在城寨 差不多城寨 我們 跟城寨 談好了商戶 幾條街都要任我們拍桶 闖景 反而好拍 你跌跌跌那些 跟別人談好 你搭景出來 你跟別人談 那些店舖知道了之後 你跟別人裝好之後 反而好拍 沒有危險 劉冰牆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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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冰牆那邊都很怕 都很怕 就是 都 都 打那些 剛才我說的那個 最危險 打劫走人的 最怕 是啊 這個是經典 這是經典 之後還有沒有類似經驗 其實都 真的 我想是 有一次真的 全無緊有 你沒有這個感覺 你拍來做什麼 就是 他這部戲不同 他希望拍得很寫實 我們麥導演 他第一步做導演 他一直做監製 他要求很高 不過說起監製 又想說一下 你 開始之後 在82年 你都開始 做一些監製的工作 因為我記得 有一套叫做 養鬼也是你監製的 你為何會跟 彭偉誠先生 和 那一步我們自己做老闆 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 那時候市場好做 導演也有 男主角也有 資金我們自己 又可以拿出來 那就自己做老闆 就是這樣 怎樣呢 有些故事 你們去泰國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們經常去泰國 泰國我們經常去花天酒地 經常去泰國 經常去泰國 經常聽他們說 那些 母小姐 母小姐 那些母小姐 喜歡養著 個個都養著 鬼仔 我說是否是 或者是吹牛 他說是 個個都養著 那些鬼仔 一養著鬼仔 就會補他的運好 沒有阻攬品 諸如此類 是否真的 我覺得很有興趣 然後幫他寫整個電影 水眉 偷偷雞雞 寫了一部 灼頭的戲 拍了一部養著鬼仔 那時候一定賺 那 這也是經驗 我們之前 我跟開那些高手跟得多 那些高手跟得多有個好處 學到一些東西 就是這樣 那開始就 慢慢慢慢 我曾經說跌傷了 你便 退出幕後的東西 後期 你也 跟強哥 劃三和公司 捉甲加寬 那些 武器的強英 也是自己投資的 不如未講那些 之前也想說一下 你導演的生涯 好像 你第一部就是 薑絲翻生 還是二本無言 薑絲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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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那時候薑絲片 鋒絲翻生 其實不是我拍的 前年生導演拍的 那他又說 他又說 故事都沒有劇本 怎麼拍 我說有投資者 不行 那時候 說一下要快 尤其是台灣 台灣我們有七元公司投資 那時候他扔五百萬過來 很重要 那個時間五百萬 他不肯拍 我就說 不肯買我拍 就這樣 我是被迫拍的 嗯 因為真的很快 我想薑絲先生做了幾個月之後 你們立刻就開了 薑絲先生賺錢 對 台灣也可以 是啊 我跟霍仔 我跟霍仔去台灣 嗯 霍玉良導演 原本拍霍玉良一部女人戲 嗯 很美術的女人戲 都寫了出來 怎麼知道台灣不批 那我們的資金是台灣 七元公司給的 那台灣不批 拍什麼 那我道國際兩人 剛剛啊 薑絲先生在那裡上 我們去看五夜場 哇 那個五夜場 整個五夜場 叮叮叮叮叮 跟著我們去看早場 早場那小孩笑得嘻嘻嘻嘻嘻嘻嘻 我說 行了 嗯 轉白殭屍 霍仔和我 霍仔和我一件事 拍這部 霍仔聰明一點 他說一定要你來聊 我說怎樣的 你不跟肥佬聊天怎樣開 這部電影是家和的 他頭髮已經只有他頭髮 你拍什麼 找到阿全小豪那班真是找得很厲害 總之除了林正經 除了林正經不得了 找到阿全小豪那班黃小鳳 你生意來的就當生意 起碼一定是封事本門 結果就賺錢 這些是賺錢的 去到跟阿強哥合作 三樓公司即是二本無言 二本無言 黑心鬼 二本無言 二本無言你那時候又拍到這套 跟阿強哥 那時候正經拍英雄片 我們覺得二本無言好像挺好 聽過的名字 聊聊聊聊聊就開部二本無言 就是這樣 沒什麼的 其實那時候電影最主要 其實都是 首先看市場 當然我們 想拍的東西自己都很想 但亦都不想老闆蝕本 這件事很重要 你自己有沒有說 其實二本無言 有沒有一些東西都想 自己加了下去 或者自己有沒有一些想法 加了念情 父子情 客串 阿發哥 就是這樣 其實我都想說 二本無言都要說 就是義氣是 真是 不需要說的 有一次 義氣是 很出道理的 即是你說 義氣是說的 我現在就說 兄弟 可以了 我幫你 可以了 你沒有義氣 我不相信 就是這樣 首先就是 這個力秀 香港去新界 見的幾個小時 嗯 你那些不同的 分分鐘三個小時 李小龍上山 你這個世人 他打個場 用電話來說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好啊